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武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无宰 四 多 温 将大人 云人 天虎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 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情生欲天地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 都不由自主的相信宇宙当中 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 我们 了所有的 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门已常 爱自 说心无觉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 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 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 承转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 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 我们所不能见 但界阿所所创造的泡汉宇宙 何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 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一位恩神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没有 一样不是 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 第一 三圣经创始起 1.01分 起初神创造天地 1.02 地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1.0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04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05 神称光 为咒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 阿拉 万物之 真宅 明明上帝 无量 清虚 至尊 至圣 三界十方 万灵 真宅 老母娘 明明上帝 老母娘 生地 万物 为 地外 生 你知 真宅 在 亨 无 生 老母 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 当知道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因之位丧师,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橫子两个讲者,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已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已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在。 黄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亦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曼君知,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知,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此讯,老母娘此讯明明零零一殿,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此怀传一旨,心虚大化旧元皇至尊,无上威灵力。 至圣心法,父贤良三界法,与此云不失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真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一言明明上帝圣靠之意,已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祂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祂,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与天地运行日月长讲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大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释迦之能净,耶稣之博爱,牧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志,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中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上而无极,泛为天地,笑而无美,气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干。 宇宇宇宙森罗万象,全上帝百中。 量其行,明明。 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真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容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解无色解。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再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 在传统道场,亦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上意。 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再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奉其德,再主其尊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及情容其大说明。 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补母字相近。 母字的形意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体用合一位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 有用无体乃之相。 集体集用集用集体。 体用合一,集是佛典。 二点点代表无极。 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冠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 表示先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乃外灵主宰。 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 动生阴阳从而兴,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 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 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未醒。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楚。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法清。 诗经汤告为皇帝。 上中余,余下明,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此番以,片一切处。 谈经一问品若无顺法见,七方日再奥。 日疏书亦云,但应疲独遮纳者,是日之也明,即除安片明之意也。 同时六约所谓提读纳者,日也。 如世间之日,能处一切暗明,而生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不以为欲也。 恩典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则经有困等,先天底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情而不再,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五点会叫阿真主。 五可安经卷,一奉大人大词真主之名。 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 五岛无量清虚,至尊正三。 五岁十方万灵真在。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祂是真主。 是无一的主。 一二,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 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等人,不是从嫌弃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人生。 日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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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这称呼,在圆魂之意义,乃是自幼拥有的他。 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离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 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 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乐此舞动的能量。 我的宇宙一无所有。 在某个身体。 宇宙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亦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斯瓦米维达巴尼。 这着火瑜伽,约翰译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有知道我们是。 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译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神里。 念神住在。 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 一道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何处? 约翰译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作者。 英书作约。 汉。 神上帝。 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行。 创造人之。 和华。 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道人。 将生气吹在他一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二祖教。 道陈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平。 主人翁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等。 道家所言古神胡如玄聘住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墓亮墓米墓回回之地等。 基督教银子驾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 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有经佛佛师之名诗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义无有证法眼藏灭盘妙心,实相无相微。 法恩,不立文字,叫万别传。 人。 二佛在灵山末远,求灵山使,在乳心,头。 人缘有的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修。 正法密传是尊在灵山上。 念花是众。 事实众皆莫然。 为加尊者,或人为孝。 世尊曰无有证法眼藏。 涅槃妙心,实相无。 为奥法恩,以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和佳舍。 世尊至多子塔前。 命摩和佳舍, 尊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 岁道曰无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辱。 辱当时。 无恩或人, 人。 依佛师。 释迦牟尼,佛妇僧理。 以欧。 欧三。 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俱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座大法会。 或是建国家原始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义传。 法会呢? 其佛祖义。 其佛祖义。 不祖。 祖义夹沙之为。 不令人见。 未说经高经。 智,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会能言下大物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遂起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会能曰不是本性。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在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and buy it.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应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新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造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 进入四生六道。 开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失生口鱼虾水族之类, 化生乙马乙蚊虫之类, 迷完公弃天神肚妻在世侯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 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 母字垂悟, 叫黄母词是这恩施意志点。 沙身难暴, 崇如山恩四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施之点。 怎能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靠灾, 上超祖, 下颖孙全平施力, 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黄母诗戒。 第七戒, 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穆罕默德克兰经文难调死。 素败真诗, 反饶熙, 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 太上老君道德武天卫严靖。 素败功常早归根四点诗, 加牟尼真空, 非空法非法。 如然, 自在, 是, 个五件孔老夫子, 求神之画之奇指。 定静安, 绿剑, 本元, 古人云白藕, 绿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 以, 得了俏妙回老家物, 又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信教不爱修道, 但物宜只有信教, 但物修道。 本末导致, 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是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乌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楼椅。 曰和其下业曰在庄外。 曰和其欲下邪曰在瓦屁。 曰和其欲甚邪曰在史密。 东郭子不应。 庄子曰不子之问也, 故不及之。 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 每下欲旷。 辱为莫比, 无乎逃悟。 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 周天贤三者, 一名同时, 其之意也。 庄子之被由第二十二老母娘的新生, 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 黄母殉子师姐, 一姐, 亦当初天位分混沌, 未叛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环。 九六亿人佛子先天同聚, 无仇无烦恼自在安然。 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 随母来, 随母去不宜身, 边及乐伯任消遥。 随意玩耍成青龙, 化彩奉, 无量尊严, 不惧寒, 不惧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 无对待至李纯然。 随无事任偶游先天妙进门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时的是仙桃, 点雄江玉已穿的是灯云鞋先衣先衫老母娘的新生。 二,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 静静而英通, 万化万类根, 原自从那交子, 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妻佛至李昆前, 万八再气数定天使成就, 又再至丑, 会满地是完全心气, 生为天盘故至心斗逐气, 将宁为底浦海山川志, 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君,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 无极静态即洞黄即昆前老母娘的新生。 三道极, 礼礼即道须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 三万书灾自无辱九七奥妙世神千亦南竟颜天即成地即利, 万物七备东土无人焉之少女男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 当舍我九六子西匠人间, 与此的差缘佛东而来, 此凡, 此凡, 此凡无奈可为母, 我造下谢酒三山脱虹最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习来洗澡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离天众佛自救醒来, 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依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新生? 四为娘我悲痛类原子乎幻耳众等素东奔末要再脸如若是天依邪交与卫耳等耳哪个, 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折寒必冷恶了失丰脖子和隐心权众佛自如要回悲悲悲悍, 问母我,至何是方? 佳缓母言的三期末, 大开普渡清烧书清济信清度佛缘降道, 乃为救良善? 降劫乃未收恶? 善泪已于探子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 八卧经献孝圣法天, 不畏考验兼寿愿解共赴隆华, 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 无量尊言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 任意取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惧寒不惧, 属无树无, 无阴阳无。 对待至里纯然离天无寒树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惧无树,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底气。 离天已跳脱, 必切阴阳对待, 故无因阳寒蜀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里纯, 杂无爱, 故无树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仙天妙景门眷来或下棋或将情探贤, 狭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上仙天美妙景至, 或下棋于乐, 或谈情交遣。 离天之境无闷眷之事, 具凡一切活动皆行之之所至, 亦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仙桃或雄江玉衣, 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吃的是仙桃先果, 喝的是雄江玉衣, 穿的是仙衣先鞋。 仙桃或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渡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曲三千里, 曰盘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亦先桃四颗羽帝, 第十则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忠下帝伯,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 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是至善宝静,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 此地至虚至静, 感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那交, 子慧气数已到为母, 我命欺佛至理, 昆前一元十二, 慧子慧开天丑, 慧屁地盈慧生人卯, 慧臣慧四慧五, 慧慧慧身慧人灭, 有慧地灭, 须慧天灭, 害慧昆顿美慧各一万零八百年。 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 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 悲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卯慧东方, 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柔成更佛七千零八十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晨慧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龙也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 以一万零八百年, 四慧东北方济天佛五千八百年, 福西世代理佛五百年, 即六千三百年, 五慧中三佛收元然, 登古佛清阳祺, 掌盘。 联慈北世阿文佛侯, 龙阳祺, 掌盘。 灵山慧彌勒古佛白阳祺, 掌盘。 龙华慧万八在七树足天是成就, 又再是丑, 慧满地是完全子慧开天, 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惧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必完全至未慧树井。 至世缘满, 母慧原灵收回, 又慧滅地, 须慧滅天。 亥慧重回魂盾星气, 升为天盘不至星斗卓气, 将宁为地湖海山川青青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布满着和汗星斗, 似为气界所居之处。 仲卓之气, 下降则为地。 大帝为仲卓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湖海山川, 四无相记, 所居之处。 知盈天地。 一朝日和, 照会阴阳和阴云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惧辟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喷。 盈慧之时, 天地阴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 相交替。 阴阳阴云云云云生万物品类。 四即是, 天天妙开辟之, 本无即静太极动, 黄即昆贤四即是, 先天妙理。 开天辟地之, 本人。 无即, 即主静, 属理天。 太极主动, 属气天。 黄即主化, 属相天。 道即理理, 即道虚灵之妙, 道生一生二。 二二, 有生三道一是理。 理即是道, 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 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 能生一, 亦能生二, 二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即生, 太极, 太极生, 两仪, 一生三, 来三才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 意图即, 一, 生化五, 万点, jpg, 天, 既成一, 万物七倍, 东土里, 无人, 焉之少女, 南天, 既既成。 万物以其倍, 这, 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 贪苦世界, 苦海, 死岸, 东土等的名称, 不一而无。 这世, 皆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 焉, 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乏人, 管理, 统治。 那时, 皆为母, 我无奈之处, 方舍我九六, 子七, 将凡天, 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 丑会屁地, 迎虚。 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杀荒, 无知, 之九六, 元太佛子, 一骑, 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致, 于是老母娘, 自差, 遣远佛子, 下凡, 降临冬土, 未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冬土, 无奈何为我, 造小血救, 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 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小血救, 在三山脱红了, 原本就是伏佛的圆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 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协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邪收收, 以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仙衣邪,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邪。 为娘我悲痛泪, 原子乎患耳众等速冬分, 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 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 列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 若是先依邪交与外耳等耳, 哪个亦不肯再是丁凡老母娘, 若把先依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临凡肩留下来至理事。 这树枝和树叶, 这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 可引心全到了凡肩。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欲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去松子脖子吃。 Coke 了, 就去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至何时帮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调失了魂破一番。 悲伤地哀嚎叹息。 分问, 我母娘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大开普度清烧书听信信信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道, 平几、 母亲子那时下此大开普度清烧书书听信信信给大家, 并且听自来寄划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书皇母训此、戒以及仙佛圣允都是皇母。 母梢书祖,我佛子众恩,众儿女。 听由一悲声大方为母,我且和同父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太佛子心中有存经疑,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实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烟。 从此,母日元太佛子便向东土奔食而去,便知智利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然间烟火。 母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仲佛子有静熬间的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仲佛子自此以后,却受静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自,白部风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不。 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而在世苦母心安安。 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须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已。 来至今未知初一将就万万时光。 美美等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五亿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以至为母降到拆三佛半末后, 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遣三佛半礼末后一卓的普渡收缘。 三佛安登,五佛士,加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认指真,依人亦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功了。 愿秀能言,人必不能与人能红道非道。 不依人结论儿的敦厚。 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 恨荡药母的灵明清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散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的无私。 无我回应母的编舞。 无量而亦亦亦不摇替入母的涌锤。 不休北尊与分身关系。 oncall 资料来源望去。 httpslens www.google.com 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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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 underscore front1 underscore kes1 vm dot6 slash view brief equals two and page equals 109 899 150 0476744830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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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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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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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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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為什麼銀寶藥 願 第五章 為什麼銀寶藥 求告 願 第六章 為什麼銀寶藥 求告 願 第四章 求告 愚症 A analyze my God 求告 愚珍 第六章 求告 求告 頂 善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Ladies and G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T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death, had come in the world.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T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T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our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ao was secretly transferred from a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为什么阿门洗 我求得天道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让我衷心的恭喜你们 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们得了道 道是至宝 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圣仙 前 祖鸡 古爱 求得天道 祖他 我们能超出生死之界 现而永存 今天你们所得的道 及同 他们其实所得的道 一样 在 古爱 人 得 必须 其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 与享受 假如 他是一位皇帝 也必须 弃他的江山 假如 他是一位大 他必须舍弃他的 绝 离开家人 入深山寻访 能够指点他土 敬 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 在他经历了天心万苦之后 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 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 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 终于感动上天之心 派天佛来指点 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 成功者 非常欺少 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 秘传给下一代祖师 今天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small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ize all and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現在我們不需要到深山去 而我們一末修行 何以我們能如此容易就得到這事 因為時代不同了 現在人類面對劫難之來臨 末節就要來到 末節將會毀滅全人類 劫難是怎樣造成的原因是在此心世紀 多數的人們共盲目崇拜科學 而不注重心靈的完善 他們相信人類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學是高於一切 科學是萬能 科學能解一切人類之問題 而良心靈性僅是宗教之名詞 它永不能實現 人們不認識真理 真理是我們之良心 造心 真我本體 它不不滅 萬不長存 它是主持我一身之主人翁 如今世上的眾生 大多數失去了真正的良心 他們造一切之罪惡 因此造成了空前絕後之浩劫 我們稱它為末節 在此浩劫中 不僅全世界的眾生同時起天的大天 地府的鬼魂都要受結滅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doubt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doubt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or the miracle our only purpose is that the You will need to breathe нез sight in theadoch of the 1500s ofısı the God Ofu kind and 同返天堂。 我们师则之母, 吴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 真传真寿, 孤渡三曹。 他们的则认是伴李末后一收原大事,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至人心直至人人不有之良心, 靈性是人们见自信而成佛。 When the last lad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 the truth. The good people, ag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末, 竭临投时, 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 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义之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性女。 古人是先修后的, 先修道然后才得道。 现在我们是天的后修。 因此得道以后, 我们要真正修道。 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及作结比, 难超生料死, 成圣成佛。 虽然是更容易给现代人的 Tao 以后世代代的人, 能够得到的 Tao 所在这种人的身体或身体或身体隐藏。 它已经不在身体, 它也不在身体。 绝对前者, 身体或身体或身体, 这种人的身体, 也不在身体, 也不在身体或身体, 产生人的人。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亦得到, 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原本。 今天你们得到皆因与佛有缘, 前世有行善基德,祖先有德, 也许前世有修或无宗, 或其他宗教。 因此,你们今天有人得到, 否则永远得到。 What is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Dao? The D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Dao is the creating man,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e D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D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Dao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D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reation.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and you on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Out the D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D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 as essence. We are God a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是道各精神 已得到 究竟得的是蛇魔? 蛇魔是道道是天地人萬物之母? 道是宇宙之本人, 創造者必及主宰者。 道上帝,道是尊至貴之神。 当天地还未生之前, 一个都有之前, 道已先存在。 当天地毁灭后, 道不毁灭, 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 天地人万物生成了, 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傲, 道无形无形, 而是不觉。 却听而不闻, 不可嗅, 不可据摩。 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而不思议。 已不可言说, 却即是说。 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道是 无为而为的, 然于切莫不是道所为。 人们常称祂为自然,若无道,任何遗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祷儿的存。 道上帝,我们之灵性是上帝所赐,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universe, call it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mu. All our left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祂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祂为道,在祂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祂为理。 当祂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病之配肉体时,我们称祂为灵性或良心,因为祂赋予我们本性。 我们称祂为老,这些名称虽异而其异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 今天你们以的名字开心跳。 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 那位无形无相而支配你真心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ict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赋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他? 人生是有点传师来传授? 人生是我们已不认识它了。 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 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想,受如此时,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 我知道的我,是平静儿,而我们亦不定限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式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亦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珍我。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e the divine mantra see.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3.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4.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Shape question and follow. Step 3. Part Like, a moral truth. First, the reading Will become an angel of five days before The following slab is May, mother summarizes the solution as the approval and the valley as the supreme dungeon as the portal. Frage 3. Part like, one chapter two Lord, Senate Third, famousagi, both fonction of the Mur buns. Wllen觀点傳 finde are to all men to Сейчас of three proportions. He has told many print on him about the name and King this one of the ky�. 不有的真我灵性良心。它是不悔不灭的,它永远存在。 二点生死之门铺玄观世灵性出入身体之门铺。 孔子曰谁能出不有铺?和莫游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 此事闭语,亦成佛事不必知事,因为明师难访,大道还未普传。 然而,明师经已指殿明明露,你一步登天。 四点 最终的脑子它会出入身体之后。 在此后的射力选择,你会让它里的边陋, 而另一句 be eyesbe the earsc the mouthbe the nosee the navelf the bird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pig cow sheep etcb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be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4 正门玄关是正门 它正好位于当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 当灵性投入身体后 四门关闭了 假如我们不欲明失止开玄关 灵中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刻处理身体 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 掩耳口闭住其境门 如果灵性走旁门 亦由耳而出者 来生当未开生之动物 如马猪牛羊之类 二由眼而出者 来生当未卵生之动物 如飞鸟之类 三由口而出者 来生当未失生之动物 如鱼虾之类 四由笛而出者 来生当未化生之动物 如苍蝇蜜蜂之类 五由肚脐而出者 来生当未平庸之人 六由颖门而出者 来生当未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 能生死轮回之路 不能脱出生死之苦 便传师点开玄关正门 这是通天之路 我们不必再走四门 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 否则 玄关最开 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 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 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 奥运 圣经上帝在约翰 圣经上帝在约翰被他的门徒说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表明你们已悔改 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请起义 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 那展佛灯代表上帝老 在点道之仪式中 你们已见到点传师已相助 从佛登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 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跳 到破了黑暗 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 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世家谋弥弥佛云无有正法远藏此语暗是玄关之矣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第2宝口诀 心经或五字真经 一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 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 你才有此宝 将真经默念口中 手抱和同 你将可以天 佛 救护 脱离为遣 不过 要注意此 扣诀 竟能于性命为极之十方可运用 假若我们真诚修道 当然 我们将天佛之地有 2点 The Divine Mant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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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e Divine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You can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ant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星经 寇传星 欧世音 音 答入 无声 我 之真 有千经 万典 而 答入 真经 真典 心经 心法 真空 也 真我 本性也 三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 decodow.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3. 以心传心口传心手,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之者的能力。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won.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on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a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t good so it is placed to b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cause the year to a date for the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told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of God'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3. 3. ENTRO 5. 2. 7. 7. 7. 和同,向着老字与我们的经营,表示我们也归根人。 我们首抱和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和成一起,同老一样。 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和同,同和和,抱一和,同,能一眼罗。 三点咒鼠,不善当在外,右手鼠恶居那边,自害将瞎怀中抱,能拖久大大决关。 四点,现在,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为别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指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 四点,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但是,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抱子海诀,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且愿意回返上帝身。 Chapter 4 I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ear before.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i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i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be introduced to you, 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way you may donate the tim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为什么引保药力认在典师还未传道给你之前? 不,两个人做你的引保师 千里任引保你求道,否,也传师不可传道给你,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适应你入正道。 并非左道堂门或邪教语,他们并狂。 你钱财责,则他们愿受天雷诛。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 尹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恩人用谱上。 他必须负责,他必须负责,他必须负责书, 他必须负责书,他必须负责责书, 他必须负责书,他必须负责书, 他必须负责书,他必须负责书。 第五章,为什么要力求道? 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 必须先离愿,要白他将成心道道, 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D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如何救度众生? 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 你已被人救度, 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 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 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 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 假若他真羞, 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九旋七组。 你的功德何其大雅? N-D-R-O-B-U-C-D-I-O-N-D-O-D-A-O-dot-H-T-M-L 前天大造简介中应对照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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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何为千篇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到四,求什么? 四,求到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 六,求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病症? 三道,与何为千篇大道? 千篇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叹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礼。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底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金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宇宙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只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履历。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其为上有可止。 为道其大不可量,其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测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测了三十三天万。 万测了天经万典。 万测了天万阿。 万测了天教万教。 万测了天佛万祖。 万测了天主观,测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伯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不,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转,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上,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主宰。 约信里,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却是时刻刻离不开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是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 我们有学士多丰富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销上。 小儿能主宰我们一身知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本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的,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三也。 妙有者,万灵真在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在。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此生败无义,呢? 先天大道不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知道也。 三求道是求舌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部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再也能使,再耳能听,再口言再异。 能闻消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此极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人体无形无相。 我们周见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因而,这贴实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在于我。 我们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坏坏我们。 人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男是最不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又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的这有形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带过啊? 那一个人生命中不同一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地相貌肉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学成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一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间少和变化。 因有形有象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实无不再变化。 在变之中,不须数十年,又变异的黄土。 因它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有可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求道,老实会详细解说。 现实,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理文明与教基神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为。 使我们为了盲满足我,做出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坟的真良恩。 真我,假我也条容了。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自身时,自然有大门离去。 如果,或是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不顾的正门而出。 被过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恩。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其肉体皆现山,将一恐惧不住。 与挣扎之相,求道就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 因此,我们今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日记上的道,此以理性。 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道超生了此的宝藏。 百年之后,回道道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天大道是魂为天之道。 千天大道是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异点。 此点打开旋。 正门佛门。 天堂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经月点超月天地。 得道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诸, 乌法之王诸佛之天地。 一之,不曰超康了四极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千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 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 这是一。 不。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中之, 脑就其增缘,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教会我们走真实。 智慧之美之族人们,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额与礼。 至于智慧, 神无会受周遭的人是无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之。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已然爱心应是有所一生。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 若比男子友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贯穿早期的主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年, 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壤层之破坏。 全球兵器, 全球兵器, 后的改变, 人心之变, 散造了天灾人或连灾人, 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套鞋。 因此, 以弘, 弘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 以万救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带人处世, 当欲又人力不可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 今时用三宝, 亦能灾地结, 逢凶化吉。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 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 并痛死亡的痛苦。 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 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功, 归宿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疏畅惶。 是以智慧者, 又鉴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一,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操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一指, 开启了门, 推遍这门。 心不超时, 导死保障。 我, 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性, 返回,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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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喜乐。 自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南光明塔, 求修道定, 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 真实, 高的, 精神, 不计的人得识容。 历史, 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成之, 圣贤人世, 归天之口, 必正圣贤果仪。 天天, 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 就是三朝明师, 明是玄。 开, 打开, 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天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天天道天天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义, 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典上的。 是在讲兵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义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不贵。 其妙极。 此义者, 至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会。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的人。 万物。 类。 光。 天我。 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四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玄而知。 不玄而能。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面喉。 不用言听事动。 生天。 人。 人。 万物。 万类。 生。 天地人。 万物。 万类之后。 这。 天地人。 万物。 万类。 时可分妙也。 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万灵。 能真主宰也。 射若离开。 天天大道之妙。 用妙能。 则和汉心斗万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存。 则一。 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 人。 皆。 不得其生存。 射若大抵离开。 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 金木。 水。 火。 土。 不能相配。 则片像丛生。 山峰。 地。 涅海。 水枯干。 亦使。 万物。 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 人。 不能得其生存。 射若人。 能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不难。 情。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内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之吉宜。 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约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内的天天大道修仙天。 大道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 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大道。 首先要赶着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精细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组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不纳为三个要点。 使你到南uite又应该治愈的». 我们希望将能够能够贴 bread. 这对我不生意、跟你的成为烈圈与经历。 因此愿意与我的性如位经历gef。 深深行為烈老的他终生石消少罗之后。 相当于P За stairways 救折平地. 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德告以后,绝不将求德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且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 是故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 勇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全家齐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真基深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赐吉天圆。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赐吉祖上有德。 我牧人欲道颖宝师赌博得道, 赐佛缘已是。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今生欲天道将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已是。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人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调,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 已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以外无及我们一生之最主。 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 因此, 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见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忠途。 事实上, 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之间, 语言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 在背景, 定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从外再加集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 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没想尊愿。 而是, 受, 抵良, 欠, 由, 藏心愿, 不自, 而自, 自然, 改过向善。 四, 圣凡兼修兼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谱传,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 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 而是, 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赢。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规,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生而安善下。 到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自身, 之平, 影响都遭之人事物, 即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 力挽黄澜。 如此必能造实。 先天大道库传之宗旨, 及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纷乱的世界为天天博。 其中的宝贵蛇, 和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身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道,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甜甜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 真修真行,皆能参悟道。 不止在较精, 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槽一幕,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认知之四,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鉴定初步的醒醒。 尚未求道。 经过身诞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 死后皆是身软如粘, 面色如生, 灵性有正门归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甚有多智数日不变, 亦相满视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性道不笃于反道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为疑情下。 扯兴颂三道, 也能大事小。 小事化无。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一例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神的体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账。 后, 又随着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 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鸣之, 能自知, 旺各被俱安身, 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敬。 s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of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eal thou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ist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creatures try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y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t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hou allow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 thou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hou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 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 sutras as 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 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 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 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 i ii d 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 to feel to taste to hear 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 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 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 Gao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 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 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 in order to see to touch to feel and to think 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 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when we shake hands 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d systems 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 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 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 as knowledge and his slash her being a grown up or baby hustler or illiterate theities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inchargeable it is Tao 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 slash 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 slash 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 universe the nature and the micro universe the human being a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 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he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ity 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 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 being of 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 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 as conscience 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 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 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 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 Dao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 D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 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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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 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Tao and all together 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imat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Tao within us D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 slash her own actions other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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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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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 s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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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with a breas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 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 solid and alive, 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doubt.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doubt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te of receiving doubt. Here, 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By receiving doubt, the true self gets plump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doubt. Thus, the body gets to a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demonic way, making our mutual, meaningful. Second, by receiving doubt, 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 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the house, 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 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 or even by breaking door or ping a bell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 when the body is aged adequately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 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dying, their bottles, happiness, and time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doubt, 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doubt and be treasured while opening the door to an open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doubt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urn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a hundred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 the heavenly Tao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them. To prove further,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opens the gate of the front, 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 it exceeds the scope of sutras and dharmas, and it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T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 kundal-dhamas, mother of all Buddhas,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 Tao never deteriorates, and we have never lost it at all. Hence Tao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I do. What do I get in our R-E-C-I-D-N-A-W-N? As mentioned earlier, by reading how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 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A.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Tao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Tao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 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add to right and we can attain real joy. The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Tao has been passed a gone through generations to a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t of its passage 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owever, in recent centuries, human beings had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we realize, in just less than 100 years, there had been two major world wars, 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 causing damage to the osom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The human has created calamity. God, with his mercy, makes Tao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n order to save good people. After we receive Tao,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in mind, 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three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i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See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experience birth, grow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 the wis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doubt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e century, T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er points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 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 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 it helps us think,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 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 is like the plann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 c-u-l-t-i-d-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nurturing of wisdom, kindness, and purity, it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th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 T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Tao, and then cultivating ourselves, not only improves our own lives, but also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T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Tao to the world,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 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after life. To probe further, the supremacy of T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 by which Grand 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from Grand 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 one a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T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 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or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ence, the holy heart. It is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T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 perception, potency, and ability. It act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 intents, or eve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create the sky, the world, the human, all beings, 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 after being created, 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Tao even for one moment. T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4. Without Tao,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e had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e had illuminated or revolve properly. Then the yin-yang energies wouldn't he had circulated, and, as a result,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d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five. without Tao, 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soil wouldn't he had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would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opped.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d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six. Without Tao,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he had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a hundred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xcellence of Tao,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 it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 a Buddha, and to the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 to a one a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Tao.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Tao? We have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Tao. Some would wonder, 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 a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doubt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T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t always holds true that people who had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Tao are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Tao,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day.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The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offer help to those in need of it, and do our best to indicate Tao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See, after we attain the three treasures, we promise not to to tell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The three treasures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ized masters in front of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 we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 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doubt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Tao i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and our ancestors. Therefore, 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Tao, 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Tao,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notes,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cycle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 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 we hav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 one, 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T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wo, to have sowed the seeds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the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Three,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well. Four,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the way to attain Tao to me.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the previous lives, 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 together, or we sell c-u-l-t-i-d-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So, in this life, when Tao is availabl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Tao together again. So, time is right for T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B-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Tao have on ME as we mentioned before, 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T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Tao, at the present time, 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s-applicable and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needs. We don't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Tao. By the grace of God, T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T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A receiving Tao creates no conflicts with any religion. T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 religion. It'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 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 the contrary, by receiving Tao, 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 customs, backgrounds, legislation, and value system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In receiving Tao, 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 the true self, rather than by virtue.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See, 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Tao. Through receiving Tao, we are not offered conscience or true self, but merely the owning of door to wisdom and mercy. Therefore, we roar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Tao. The only force come from the gt-fe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 which reduces the mistakes we make. Deep practicing Tao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Tao and conscient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Each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 slash hurtfully career and schooling at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we ca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our practicing Tao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Tao, 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 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Tao, 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the wish of Mai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to God'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D.I. What can attest to validity D.A. Tao,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 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Many people, after receiving Tao, their wisdom, faith, and devotion, realize that T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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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s, they comprehe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 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Their faith in T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who afforded in spiritual life.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n't or just received Tao, T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 Any who has received Tao would don't open shite equally. One proof of this is that for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ao and died, 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Since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un-corroded for a few days.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is a fact that cannot be denied.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 but very rarely.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ao, 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unless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This can soul has reached an ultimate harmony. Be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se things on earth, human beings are named the last week. Since birth, 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had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 used th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 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the above too mentioned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Tao. Thereafter, with each individual as faith, wisdo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deeds, one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Yes, it will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ao, 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 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realize it. Eternity. 毛 山 道 是 求道 祭天道 的 傳道 历程中, 宗教 信徒 一直是 最 難度 的 一部分。 香港 有一位 战性 道 青, 最 道 十分 虔 成, 一家 大小 都是 道 青, 唯 独无法 度 他的 哥 个 求 道, 道 他的 哥 是 毛 山 道 的 岩 神 他 哥 学 道 術 已经 道 了 可以 知道 不去其 未来 发生 的 事, 且 用符 睡 起 眼后 可以 看到 灵 鬼神 可以 接 与 鬼神 交 谈, 因此 任他 弟弟 说破 三寸 不滥 之蛇 也说 不动 他 来 求 道 因为 道 是 无 情 无 像 没有 有 像 的 法 术 可以 折服 他 有一 天 战 成 天 因为 要 抄 拔 父亲 于是 告诉 他 哥 战 成 庚 你 不 信 道 没有 关 起 但是 今天 要 抄 达 爸爸 所以 无论 如何 一定要 来 千辛万苦 地 把他 哥哥 拉到 佛堂 原本 希望 他 顺便 求道 但他 哥哥 死 也 不肯 没求道 不能 进 佛堂 只好 让他 坐 在 佛堂 外 的 院子 里 方言 祖 祖 木 抄 阿 仪 开始了 战 长天 前 城 地 顶着 他 父亲 的 名 先 跪在 佛 前 心想 终于 能 为 父亲 敬 点 孝 道 便 传 师 忽 仙 时 在 佛 堂 外 门 除 的 职 里 也 不 叫他 父亲 的 名字 这仪式 叫 乌仙 似乎 叫 王 林 敬 佛 堂 以 寿 名 诗 闭 旨 的 仪式 这时 在 房 门 的 站下 长 轻眼 看到 他 父亲 身 着 污 会 破烂的 衣服 漫 面 鲜 血 铃 里 走 过来 他 依实 兴奋 拉着 他 父亲 的 手 直 叫 爸爸 爸爸 然 他 父亲 底 也 不 底 甚至 不 看 他 一 眼 把 他的 手 甩 开 就 走 进 佛 旁 他 父亲 是 在 共 党 占据 大陆 以后 被 共 产党 活活 大 死 的 他 还 记得 他 父亲 临终 变 这个 魔 像 经过 了 那么 久 一点 都 没有 改变 不 一 悔 而 操 拔 一次 数 他 又 看到 他 父亲 走了 出来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 肌不知 而也 不见 全身赞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 他父亲不理会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 父亲还是把他甩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仙人腾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 原来 原来 王林 道后 便有先佛来接引 知 回 离 天 这 毛 三 道士 在 亲眼目睹 父亲 王 林 道 语 成 不得不相信天 道 虽没有 神通 法术 但 确实 能 超 生 了 死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 我要求到 我现在要求到 每个人都以为 他在开完 我刚才认你 老半天口都说干了 说什么你也不求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 于是他将超拔实 他在佛堂外见到 的一切从头说起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 战长天心中激动意 一方面惊起他父亲 超 王 掉 死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 电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 他终于跪在穆米勒祖师面前 步入米勒慈悲的大门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 借着点出师的豆腐 来点到他惊喜的木凳口呆 突然说 等一下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没想到他说 这么好的 道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 于是他立刻赶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 各尊位的道 求到以后 他深刻体认到道数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 学了一身道数 而脱不了轮回学 再多一经 没 所以 不计划 他的图字 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到 从此 迷勒门下 要多了 一批生力军 资料来源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facebook.com slash kermeling.h story 就是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one hundred trillion five billion sixty two million three hundred eight thousand seven hundred 庄子 新增了五张星相片 五月十五日前 五月十五日前 离西 认识 母娘 上 那 是否 是否 存在 天 古人 认为 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 说过 或罪于天 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 是否 为得罪了 上天 又为天 离 那么 祈祷 再多 也是 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 天 验之 天 被良心的事情 上天 就会 唾弃我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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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为 大 只有天 最高 大 天 孔子 孔子 思想中 天 似乎 也是 能安排 一切的主宰 孔子 也说过 天 天将将大 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情浮 乱其所为 所以 众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 道无行 生 喻 天 大 道无行 愈行 日 愈 道无明 将将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 曰道 新静今 有一位 真神 自从 道 天 地 来 神的永 能与神 性是 明明可的 知己事也不能念 但藉者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 推悔 罗马书 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 如何 向人 证明 真正 有一位 上帝的存在 虽然 上帝的存在 不需要 也不可能 用人的方法 证 嗯? 但是 很多人 都不 自补的 相信 宇宙当中 必然 有一位 冥冥中 的主宰 在 我们 生活 经验中 当我们 尽了 所有的 努力 常常 会带着 期望 说 某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 死 有命 富贵 在天 尽 当事情 不太 顺利时 我们 也 常安慰自己 说天 无绝人 之路 若事情 已经 绝望了 我们 只好 看齐天 不从 人 愿 最后 事情 若 起似回生 时 我们 会高 庆的说天 里 昭昭 有眼 有一位 真神 上帝 看不见 并不 表示 就不存在 如空中 有 许多 电波 承载着 美妙的 音乐 影像 虽然 看不见 电波 只要能 借着 适合的方法 收音机 便是 我们 不但 能知道 电波的 存在 而且 能与 这些 电波 有正确的 接触 上帝 非然 我们 人 不能 借着 所 创造的 泡 和宇宙 合为 妙自然 我们 就能 知道 有一位 真上帝 万物的 创始者 有一位 真神 太初 有道道 与神 同在 道就是 神 这道派出 与神 同在 万物 是 借着 他的 凡造 有 像不 是 借着 他造 的 新约 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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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为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宅明明上帝,无量清须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宅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物生。 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为丧失,克配上帝。 珠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帝就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世地。 即使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归正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金云,大无形,生于天地。 可知天,天于远,不自于道,未有天地。 以先由此道。 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殉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亦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依依依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祖讯明明明灵灵一ól,光上帝 quarter,阿真好草无仗祠怀顽帝,á清愈大化,救元皇至尊无上帝靈离置圣心法,赋 gave较三戒法,与慈云之方。 ㅠㅠ 目不无名,万归,因乐起,载无,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须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言明明上帝圣号之义,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致的神。 他不代灵明之缘,也创造宇宙,生欲天地运行日月,掌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 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大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世家之能敬,耶稣之博爱, 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财,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应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看不得已。 契仑事,所,必得已。 李博,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泛为天地,笑而无美,气入无坚,凡事日月星辰,江海景全,白云彩虹,世露露霜雪。 亦化亦母,亦熬亦旦,宇宙森罗外相,全在上帝的信海中,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恩本,无量妙形之本,储,无量功德之恩头,是真空妙有之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至至无处的,净不其得是圆容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之心,被宫难以被宫被西难,上下。 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骗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的神灵,大而无,大外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云的大,总是,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无声,恩老母或义母子为代表,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具有行上义与行上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奉其德,宰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 其极情统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因,无义,自行与母母子相近。 母字的情统其,母子的情统其重,母字的情统其重,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体用和一为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之相,集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和一即是也。 二点点,代表体,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万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90度。 表示先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清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众用交涉之离,所以是上帝,天命之未醒。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耳心。 书经汤告为皇上帝,将忠于下明,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此番以片一切处。 谈经问品,若物无声顿法,见西方旨在差,挪。 大日经书亦云,因疑独,纳者,是日之也明,即除安片明之意,也。 同时六曰所谓疲独,纳者,日也。 如日间日日,能无疑,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西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再,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创了人。 五点,会叫阿拉真主。 无可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蒙明。 当地,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志无乐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一。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解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无一的主。 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养赖的。 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贤弃生的,不是从贤弃生的,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意。 约不一四九三。 一四耶和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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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的称呼,在圆魂之意义,乃是自幼拥有的他。 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离天,在诸天之上,为外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和楚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 福音书作者约翰。 神上帝。 老母娘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空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 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翁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住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 教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是在乳心头。 人缘有的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佳赦尊者,破颜为孝。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十相无相。 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和佳赦。 世尊至多子塔前。 宁摩和佳赦。 曾作令作。 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曰无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汝。 汝当户时。 无灯会员卷一七佛。 释迦牟尼佛。 诸僧协离。 必修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句十一。 为二一。 有九条十二十。 鼠条日成。 是作大法慧。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 三。 不足是。 足以夹杀遮为。 不令人见。 为说金刚经。 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 不离自性。 遂其主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为慧能曰。 不是本性。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博企机殿会中华明博众会2001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印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哦。 台中博企机殿会中英博众会2001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造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博企机殿会中华明博众会2001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 进入四生六道。 开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失生口于虾水族之类, 化生乙马乙蚊虫之类, 迷完公器天神肚妻在世侯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 目的在疑苦的乐为友任母归根。 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 母字垂悟, 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 沙身难抱, 崇如山恩似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失之点。 怎能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考栽, 上超祖, 下颖孙全平失利, 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黄母十戒。 第七戒, 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目罕默德·可兰经文难料死。 素败真师 二点, 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 太上老君道德武前卫严靖。 素败功常早归根四点, 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 如然自在, 是个五殿孔老夫子, 雄臣之画之旗子。 静静安绿剑奋原古人云白藕, 绿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底, 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 是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信教不爱修道, 但不宜只有信教, 但武修道, 本莫道志。 实在可惜, 即便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使命东波子问庄子, 曰, 所谓, 道。 乌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 东波子曰, 其而后可。 庄子曰, 在楼里。 曰, 和其下也曰, 在皮, 白。 曰, 和一玉, 下也曰, 在瓦, 皮。 曰, 曰, 和其玉, 甚邪曰, 在使, 你。 东波子, 不应。 庄子曰, 不子之问也, 故不及之。 正或之, 问于监视律系, 也。 每下欲况, 辱为莫比, 无乎好物。 指道若是, 大言亦然, 高天, 三个, 同时, 其之也。 庄子之, 最有二十二老母娘的心生, 一三山脱母子离乃不得已。 皇母殉子师界, 一界, 亦当初天未分混沌, 未叛名人。 我空空一环九六亿元佛自天。 同俱, 忧愁, 无烦恼, 自在, 安然, 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 随母来, 随母去不宜身, 边及罗任, 央嘴, 随一言耍成兵谋话。 彩凤, 无量尊人, 不惧寒, 不惧, 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 无对待至, 李纯然, 霞无事, 任遨游先天妙境门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时的事, 仙桃点雄江玉已穿的事, 灯云鞋先衣先衫老母娘的心生。 二, 论无极为, 圣欲至善, 尽, 而严通, 万法万类根, 源自从那交子, 毁气树已到为母我命, 欺佛至李昆前, 万八再气树定天使成就, 又再至丑, 毁满地是完全清气, 升为天盘故至心斗灼气, 将你为苦海, 大山川智慧天, 以交日月, 到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 无极静态即洞黄即婚前老母娘的心生。 三道极, 离底即道虚灵之妙道, 生一一生二二, 又生三一本散万书, 灾自无入九七道, 世神七义难, 凡净言天即成地即利, 万物一备, 兴土, 无人焉, 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 无奈之处方, 公射我九六子七, 将凡尖屡次的差原佛中土, 而下来, 一次凡一次, 凡乃为母, 五。我造下谢酒,三山泼红醉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依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 四。为娘我悲碰类原子乎患耳重等度,东奔末耀在脸如若是天依邪骁与卫耳正耳,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这寒必冷恶了失踪脖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叛,问母我,至何时方? 法家传母言达三起末,打开补渡清烧书,清济信清度佛圆,将到,哪为救良善,将劫乃未收恶,煞,谢类以于叛子规,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莫识,祢,阿温献,圣,阿卫无畏。 一首月,共同华,即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仙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献献量尊,贵云, 庄严,不遇寒不惧,属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礼春然礼天无寒属冷热,总是下温度,无欲无,阴阳,直对,直也,纯然一环底气,礼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 故无因阳寒属之分别对待,自尽至礼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任遨游仙天妙景闷眷来或下棋或将行看前,狭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仙天美妙景致,或下棋于乐,或谈消遣,离天之不闷,闷眷之事, 巨凡有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致,亦之所乐而为之, 施的是仙桃果穹玉衣,穿的是湾云鞋先衣先衫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穹江玉衣,穿的是仙衣先鞋。 仙桃果盘桃之果实,亦称仙桃。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明渡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仙。 约桃,母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将,义先桃四颗羽帝,第十则收七颗,御众之。母约四桃三千年一时,中亚帝国,众之不生,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阴空万化万类的原理天之。 至宝帝,是无极的阴解至之相欲。 此地至虚至静,然而随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那交自汇庋祇书! 已到为母国,命期佛至礼昏前。 亦然然然 Eng Africa 汇智慧开天后惠也应目到。 神戊仙,会生面 allocated混乎佐为伍! 慧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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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 八百年,卯慧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增佛七千零八十年纪,一万零八百年,陈慧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龙也佛五千五百六年纪,一万八年, 智慧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佛西世代理佛五百年,祭六千三百年,五慧中三佛收远然,登古佛清阳旗,掌天盘,联慈慧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临山慧弥勒古佛埃阳, 智慧,掌天盘,龙华佛万八在祭树族天使成就又再至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必完全智慧会树井,智慧原满,母慧原灵收回,又慧灭地,须慧灭天, 害慧重回魂顿兴气,升为天盘不至兴斗逐气,将宁为地图海山穿兴兴之气,上升则为天, 满天不满着和汉兴斗,四为气阶所居之处, 众酌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酌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湖海山穿,四为相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会辟地,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丑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叶, 相交替,阴阳阴云云云云生万物品类, 四即是天天妙开辟之分, 无即静态即洞皇即昆前四即是天天妙底, 开天辟地之分人, 无即主静,属礼天, 太即主动,属弃天, 皇即主化,属相天, 道即礼礼即道须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礼, 礼即是道,至须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须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 无即生太即,太即生两仪, 两仪生三才三才这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即生化五万点JPG 天即成地即礼,万物齐备东土礼,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即即成, 万物以齐备,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死岸东土等的名称,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法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 此会开天,丑会辟底,盈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开佛子, 一致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致凡于是老母娘, 每次差遣缘佛子下凡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可为我造下写酒, 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写酒, 在三山脱红罪了,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鞋, 为娘我悲痛泪原子乎患耳重等速冬登末要栽脸老母娘, 能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 速速往东土而去, 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天衣邪骄与吾尔邓尔那个义不肯在世凌凡老母, 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临凡尖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尖, 若天气寒冷, 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欲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去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 就去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叛问母, 我至何时方法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息,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大开普渡听烧书听信心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记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开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将信书黄母训子诗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黄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亲由一杯声大放为母我写和同赋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开佛子心中游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佛子东吐而奔至世界为男女栽地人焰从此, 黄母之原开佛子便向东吐奔石而去, 典致力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焰火, 母子分东吐, 好难过自自我众佛子受敬熬间自恶东吐,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以后, 却受敬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力白布风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 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梅想, 而暂世苦母亲南安自三山突一比道, 在区只算一, 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 出一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叠千古一叠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 将道差三佛伴末后, 普度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遣三佛伴礼末后一卓的普度收缘, 三佛然灯不佛是迦牟弥佛弥勒乐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意, 认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 认指真, 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 能功了愿天不能言帝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人满儿的光明很照耀, 要母凌凌清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儿的无私无我挥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毅力不遥气入母的用处, 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 oncall资料来源忘记,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drive dot google dot com slash file slash d slash zero b underscore front one underscore kez one zemocit slash view brief equals two and plea equals one and page eight equals one zero nine five three eight nine nine one five zero four seven six seven four four eight three zero f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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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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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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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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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结束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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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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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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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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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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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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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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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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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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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